美鳳 nausea 我的你說兩位局支局處長 我們的時間到我們現場還沒有議員同仁賈場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待會兒有議員到場我們再開始開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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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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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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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想我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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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路上車就開始睡 睡到終點站 這樣也是一次嘛 現在可能中間有若干是轉成了人次 那到底這個中間實質的成長人次 本席希望說你們可以再把這三四年來 具體實際的真正搭乘公車的人數成長的狀況 有一個比較詳實的評估 謝謝議員 我們會詳細來分析再提供資料 因為其實本席有觀察到包含這個在假日的時候 我們這個新營地區的這個 從新營的轉運站一直要往後臂 往其他的東山上去的部分 也很難得看到這些年輕人滑手機的這些 也開始在搭公車利用這些的運聚 因為看到他們整車確實就不是穿制服 要出去刺頭 那這樣的狀況 這樣的狀況其實我覺得是非常值得鼓勵的 另外我看到的是好幾個里長 好幾個里長 趁你們的便宜 他後面的一個里長 帶整車的老人 坐車都不用錢 坐來新營火車頭之後換車 坐去那裡 然後再換到關子嶺 然後再玩一玩之後 散步完 然後再下來 照常都不用錢 這樣子的狀況 這樣的一個規劃 其實我覺得也可以提供給 王局長一起來規劃 我們有時候 那個農村小旅行 過去我們看到的DM 會好像比較文青一點 比較文青一點 其實我們這裡的市長 我們這裡的老人 里長 本來他們一個月六七萬 然後這裡一年的這個事務費 其實也是捉襟見肘 那他們一定要利用 市政府整體的施政 盡量來給這些市長 來有更好玩的這個部分 那他們這樣可以開發出這樣的路線 我覺得很不簡單 很不簡單 像這樣的小撇步 多多透過民政系統 透過其他系統 去給他們來利用 好不好 這個感謝議員 我個人也提供給你一個小撇步好不好 剛剛議員講這個非常好 其實我們在去年的高齡友善城市 我們用我們的公車提了一個專案 叫做走出社區迎向陽光 我們希望我們老人化的社會 大家要活得老 也要活得好 我們希望他走出家門 走出社區 搭我們的公車到處去走一走 我要鼓勵 因為我們新營現在沒有 抱歉 就沒有百貨公司了 所以有時候假日的時候 我老婆先出門了 先來家什麼星光三月 都開始來家小家 我跟我們家兒子 叫隨後跟上 你當然不想要兩個 一家人幹嘛開兩輛車的對不對 跟你說怎麼做你知道 那個 我拿電子票券 不管你拿悠遊卡還是拿一卡通 都可以 不用就是筋 不用就是筋 然後我兒子 我兒子 小學生嘛 買半票 買自強號對號的 因為有時候 因為有時候駕駛熊 某幾班會很多人 我可以確保一定有一個位置 然後我刷卡 我就帶我兒子一起搭公車 先搭火車 先搭火車 然後再來 到了這個火車站前面的時候 再轉乘 公車 到這個星光三月跟他媽媽會合 這樣 從新營到星光三月 總共幾十塊而已 而且 總共花的時間 比我開車還快 比我開車還快 所以這樣的狀況 這樣的一個怎麼去搭配利用 而且 抱歉喔 那個因為只有一個位置 搭火車只有一個位置 所以常抱著我兒子坐火車 這樣子的 搭車的這樣的一個 一些 一些 懶人包還是小撇步 我覺得 是可以收集一下 分享給我們全部的市民 另外 我也非常開心 那個 那個 明天 明天咱們 咱們這個 黃九線 咱們黃九線 就要延始到故宮南院了 所以我也跟那個里長說 以後也是免錢 不用錢 坐來去看故宮南院 我們 沒有因為 延始到故宮南院就減班吧 沒有 稍微調一些時間而已 前前後稍微挪一下 不會影響 所以我們 後天就正式上路了 整天 從新營可以搭車 直接達 直達故宮南院了 再給一分鐘 再給一分鐘 所以 這個事情 我拜託一下 新的時刻表 新的時刻表 還有這個整個 整個 可以搭車到新營火車站 這個轉乘之後 可以直達故宮南院這件事情 請局長要好好宣導一下 好好宣導一下 因為你看 我們新娘 可以 中線 中線往沿水 往雪甲 這個頑皮世界 我們現在如果直達故宮南院之後 直達故宮南院之後 他們那邊也可以轉乘 再到布袋 再到哪裡去 再到高跟鞋教堂 這個整個 北台南 KBG嘉義的 這樣一個公關平台 這樣子 稍微延個幾公里 就有不同的景象 不同的景象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很感謝交通局 跟公共運輸處 可以這幾個月 趕快讓他延始成功 但是 後續的宣導跟規劃 也拜託公關局 拜託交通局 一起合作 讓大家更 下一位 請發言 等一下 好 謝謝 感謝我們主席 謝謝 那個 我們可以放一下影片嗎 時間先暫停 那個 局長 張局長 我這邊有幾個影片 請你看一下 這個是 這是在那個 健康路上 有那個 這是電信箱嘛 他也有那個 第四台的電信箱 再下一張 這個也是 這個 這一樣是在那個 健康路上 再下一張 這個是在我們 精華路上 再下一張 然後這邊有 有一個 殘暫停車隔位 前面的兩格 是給我們 精華派出所 專用的那個 巡邏車 再下一張 這是他們 出勤的時候 所閒置下來的 那個停車隔位 再下一張 那這個是 巡邏車回來 放置的 那個 巡邏車的 那個 停車隔位 再下一張 好 那這個是整個 從 精華路 由 北 往南 所拍攝的一個 一個 一個畫面 好 那個 局長 我有看到 我們的工作報告 你們有在推動 陸權優先 安全第一的 專案工作 有嗎 是不是 那我為什麼 會提出這個 特別來在這邊 跟你做一個 討論 建議 因為 精華派出所 他其實 時間已經很久了 那當初的規劃 可能也沒有考量到 整個業務量的攀升 那人口也一直在 繼續增加 所以他們 當初規劃的時候 是沒有停車 沒有很多那個 停車的那個 空間 那因為現在 車子的 需求也多嘛 那裡面的工作同能 也有增加 所以可能配置上的 巡邏車 是不是 排擠到 很多其他的空間 我不知道 我重點要強調的是 我們一般 在畫十字路口 不是都有一個 轉角的紅線距離 對不對 那為什麼獨讀 精華派出所 我們畫的這個 轉角的紅線 我們覺得沒有看到 他的紅線距離 到底是多少 是不是為了 同樣都是公部門 我們觀觀相互 他們就可以 把停車隔位 設置在轉角處 我們一般看到 台南市的道路 我們看不到 停車隔位 是在轉角處的 只有唯獨 我們精華派出所 是這樣子的 所以 我剛才有特別強調 路前優先安全第一 你覺得 這樣子一個路口 是安全的嗎 是對我們台南市民 是安全的嗎 局長 你覺得呢 因為我們 他是在路口 紅線後面的停止線 我們可能要到現場去看一下 可能要到現場去看一下 可能要去看一下 我重點 不過基本上他是在停止線之後 但是你停止線你知道嗎 精華路跟健康路這個路口 他是一個重要的道路 他每一次的上下班 那個 那個行車的人 包括機車停 機車輛的流量也非常的大 我跟你說啦 你把他放在那裡那裡啦 萬一啦 他如果要出錢的時候 你如果是一個紅帝燈 整個堵在那邊啦 他怎麼出去 是不是會影響 他辦案的第一個時間點 第二個 萬一他如果要開門的話 你旁邊 現在是還有 我現在照的時間是還沒有 是上下班時間 那整個上下班的時間 整個機車 整個雍塞那邊的時候 欸 教授說真的要辦案啦 那要怎麼出來 所以局長 我在這邊是不是跟你做一個建議啦 這個地方的停車隔位 有沒有辦法 再給他們一個更適當更安全的一個停車隔位 我們在跟精華所還有警察局 我們大家在現場看一下 來溝通一下 對 我覺得也有需要啦 因為齁 最主要他們周邊都很多的那個電信箱 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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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電信箱在那邊 但是我覺得 你們不能便宜行事啊 齁 只為了是公部門嗎 公部門就可以這樣子的觀光消耗 在市民的感覺上 是不是就只准周光放火 不能不給百姓點燈 這樣的心理上的感官 非常的不OK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齁 應該要去做一個改善 而且齁 要馬上去做改善 齁 因為我們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而且也很多民眾 跟我們在陳情 說這樣子的設置停車格位 在這樣子的空間上 我覺得是不太OK的 也不怎麼允許 尤其是我們公部門 我們公部門本來你 你在化設停車格位 本來就是要依法去處理嘛 不可以這樣子的便宜行事 局長在這邊給你做一個建議 那會後 我們希望儘快去溝通協調 然後馬上做處理 可不可行 我們會來處理 好 局長你請坐 好 局長你請坐 那個 我們 觀光局局長 王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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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我們那個黃金海岸 床屋招商活化案 我在這邊有看到我們的工作報告 我們可能前置作業大部分都已經處理好了 對不對 那現在要後續要招商 是不是 我們的工作報告這邊有寫到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本期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最近有同仁一直在講 我們黃金海岸已經爭取到 2400萬的經費 有沒有這個這麼一回事 是 應該是整理那個 使照變更的工程費用吧 這個我不清楚 對 想要在這邊 尋問一下說 因為 能要到這麼多的經費 其實也不容易 而且我們也一直很期待 黃金海岸趕快活化起來 因為 算是 有一個很有機標 一個觀光海岸線 那我們想要了解一下 這個2400萬 到底是 怎樣的一個經費 他未來 這個經費的施作細項 是在哪邊 可不可以讓本期了解一下 不然我們鄉親 一直在問我們 詢問我們說 2400萬這蠻多的經費 那到底你們未來的規劃 是要做在哪邊 可不可以讓我們重點了解一下 非常謝謝議員的詢問 這個部分其實就是針對 黃金海岸 因為他本來是辦公室的使用 所以他要變更為商業性 營業的使用 所以他必須做一個使照的變更 那使照的變更的內容 就包含裡面的 關鍵是消防 他的消防 那這個部分等於是說硬體裡面 裡面 那這個部分已經花了多少錢 沒有 這就是這一筆經費 全部就是2400萬 2080萬 2080萬 全部就是做這個 防水 消防 然後裡面的使用執照 所有跟使用執照相關的 全部都是以這2400萬去做使用 2080萬 2080萬 是 因為我們很高興說 說我們同仁 給我們這樣子一個信息 讓我們知道說 黃金海岸 我們一直的認知 對 但是本習的一直認知是以為 是這個船屋 處理完以後 這個2400萬 要去活化整個黃金海岸 周邊的工程計畫 但是不是 不是 周邊的沒有 周邊現在是有一個小組 針對周邊的景觀 就是上次議員有提到 他的景觀常常有狀況啦 或者是草沒有除 所以有個跨局處的小組 在針對周邊的景觀 有一個秘書長獨島的小組 但是就經費的部分 是針對這一棟船屋的建築 所以後續還沒有其他的經費去做 幾乎都是市預算編列的 中央沒有 中央沒有 我們有在爭取 但是因為沒有爭取到 所以就用市預算了 對 但是我說要講清楚 說明白 不然這樣有時候 在地方上的鄉親會被誤認 因為你現在說2400萬 已經有錢出來 人家也會跟我們問說 以前什麼時候 黃金海岸要開始 去做施作工程什麼 我們不清楚 所以說我們這個部分 也要讓局長 讓我們給一個更確確的事實 讓我們去做了解 但是我在這邊 還是要做一個建議 黃金海岸 雖然船屋已經塵埃落定了 整個裡面的工程也一定都 全部都完工了 還沒有 還沒有 還在做 對 現在還在做 還沒有完工 那未來可能 可能也是一個 類似一個休息站 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對 我們希望做到幾件事 第一就是說 是不是能把台南的物產 可以放在那邊 就是有點像是 國防客遊覽車 可以做一些 就是停留 然後做採購 那另外我們希望裡面有營業 就是關鍵一定要有營業 它才能夠活化 這樣沒有錯 不管是參議也好 不管是參議也好 下一位呂恩 呂議員 請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我先請告張局長 張局長 我想請問你 你覺得 不管是公文的往返 還是說 還是說我們發出的 對於民眾權利的處分或告知 從事發開始 從你決策 從文到 從簽文到一直到當事人的手上 那大概要花多久的時間 假設啦 這要看情況啦 好 那如果假設 比方說是 一張罰單 你們告知要剝奪當事人的權利 一張罰單 從 那個我們交通局 一直到當事人 手上 當事人這段時間 也都沒有出過國 你覺得這樣要花多久 我想我們都是按照規定來寄送 你告訴我要花多久 你的認知啦 那也要看當事人有沒有收職 好 那當事人如果有收職 你覺得要多久 你不要管那個是寄存送達 還是說鄰居收到 你覺得要花多久 等我們 我的認知啦 就是說我們裁局所如果收到這樣子的 一個罰單要寄給當事人 那應該通常大概都是 第二天就會到了 第二天就會到了 應該就要寄出去以後的 第二天應該就要收到 第二天就會收到 所以包括裁局的時間 應該不會超過半年 就如果比方說他是造勢 酒駕不會超過半年 那有時候要看當事人有沒有來盜案 有沒有來盜案 我們還是要寄追 如果他沒有來盜案 你們大概多久會傳他 他會一輩子都不來盜案 你們就一輩子都不處分他 我想這個細節是不是讓裁局中心 主任說明一下 主任來 發顧 像螢幕上顯示的是處分書 因為一般民眾會先收到那個 警方開的違規通知單 他如果沒來處理 在六個沒來處理的話 我們如果在系統上可以看到 他也沒有送達 我有送達的時候對不對 你告訴我多久 六個月到三年之間的裁局時效 六個月到三年之間的裁局時效 是這樣 到三年喔 是 你們兩年來不都在睡 不是 因為像議員所講的 主任 主任 這一件 酒駕當然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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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越重越好 這是全國共識 第二次酒駕 吊扣駕照三年 沒有錯嗎 你要不要注意看一下 它上面 什麼時候發生的 102年的10月發生的 你知道嗎 當時收到的 今年幾年 今年民國幾年 105年 105年 3年 3年 我們業務好忙 忙到當事人如果沒有來 三年後才發文跟他吊扣駕照 當事人過期三年 他已經去上課上了 罰金都叫了 他當作這三年 他已經讓你們出份 三年來都不敢開車 結果在第三年準備結束的時候 收到了一張公文 你們從這個月開始 要給他吊扣駕照三年 你們的行政效率 像這個儲吻書 他應該是他還沒有來繳錢 還沒有來繳 所以等他等三年 還沒有來處理罰款的 所以你等他等三年 這樣合理嗎 你不是說如果沒有 你們就會勾起來嗎 沒有繳你們就會勾 像酒駕的時候 他可能還要一些公共危險 還要刑事判處 他去上課都上完了 繳款都繳完了 你要再騙 為什麼是三年 局長你覺得三年合理嗎 如果你突然收到一張罰單 是三年前的 連怎麼申訴的細節都不知道 合理嗎 這個我們來了解一下詳細的內容 我來跟議員報告 這個再拜託局長 三年應該也是不合理 這個很不合理 快到三年 但是要看他案情的內容 當事人以為過去三年就被處罰完了 連車就不敢開 針對這個案子 我們會來詳細 摸三檔的三檔 收到一張 阿公我還繼續給他發三檔 請何以看 很多工作都需要駕照 你登役剝多 他工作的自由 這個特別拜託局長 好不好 這件我們會來詳細 這個不合理 會來詳細 局長跟課長請坐 課長請坐 黃局長 我想要給你請教 我想剛才你說得非常清楚 黃金海岸的這個書織 這個處得的費用是280萬 是 這個相當的清楚 其實本期特別在這個地方 利用這個現場直播 我要特別感謝局長跟市長 還有秘書長的用心 其實床屋當期以來 局長可能也知道 當期以來十幾年來 竟然沒有死照 這相當的有趣 這個政府企業 還有辦公室的死照 對啦有辦公室的死照 但是竟然經費來說 因為他不是用停車場管理中心 對 這相當令人疑惑 沒關係 那特別謝謝局長 特別謝謝市長 謝謝議員的支持 終於願意這個 在今年度開始 我們重新開始 沒關係 時間過了沒辦法 但是縱使我們有重新開始的第一步 但是我要這個 跟局長這個順問的是說 我聽地方說 因為黃金浩 這個部分 我也非常非常要義 我去市場局長 和秘書長去看過 有夠多道 去到有夠多道 但是我每天都去順 還沒重天呢 280萬還沒重天呢 是 到年底了 現在已經11月份了 當時要重天了 是這樣我們 下禮拜 就還有一次開標 是這樣跟議員說明 我們在整個 這個設施的部分 可能是我們 太求好心切 所以放了很多的工程的內容 結果呢 在之前的表演裡面 留表兩次 那所以呢 現在我們又重新檢討 又再次公告 那下禮拜三會開標 那因為我們本來是希望在今年底 以前無論如何都把它 可以執行完畢 可以順利招商 可是沒有想到 在工程這一關上面 還是很多問題 尤其因為 所以沒有調整它的 八包計畫 前面有兩個 有颱風 然後在那個漏水啦 這一部分 看起來就更嚴重 所以廠商去看了 更不敢去試做 不敢使用 對 所以我們就 做了一些調整 所以這個技術上要調整 但是品質上 跟細節上要兼顧 一定 我們有權力在趕 但是品質 一定是最關鍵要把關的 好 非常謝謝議員 這個要特別拜託 因為這個黃金海岸其實 這個 常常跟局長說 那個地方相當的美麗 特別是我上次 會看還特別利用 夕陽黃昏的時候 要請你們去會看 非常抱歉 你們下班的時間 不理會我就是 重要的是 要跟秘書長跟局長 跟我們的董人報告 我們金牌很漂亮 夕陽余灰 這個過去一大片沙灘 但是因為潮流關係 沒有辦法 但是想不到 我們可以做的部分 對隔天的部分 我們要先做 特別是 這個 我之前這順的時候 有特別說到 說我們 這個 更加熱的 過了20K 人總是會跟 這個家庭來做比較 當然我們沒有 像高雄市政府 有這個火力發電的回饋金 但是總是我也感受到 市政府的生意 特別是秘書長 局長另外的邀請要求 特別做一個 跨局處的會議 有每個月 有做進度上的 有進度監督 每兩個禮拜 每兩個禮拜 就做一次進度監督 每兩個禮拜 所以這 要特別 拜託局長 這個部分 一定要優先 趕快去 進行去處理 另外這個 這個機會 我也要跟 局長 特別來分享 我們最近 灣裡商圈 我們灣裡過去有很多 那個美食 老街的美食 但是我們 這個最近 要向現代化 我們現在開始 有在做商圈 我們已經 我們要從過去的 單打獨鬥 轉換成我們要 團體作戰 我們現在開始 有商圈 所以我們 我們接下去 我們對這個 11月 12月開始 我們接一個月 我們也要來 辦 這個活動 我們這個 辦活動 我們也有 這個消費 來摸彩 我們最高獎 是機票 香港來回機票 從台南 幫你碰到 特別從台南 不會到香港 還不會回來 所以有機會 是可以來 集局長 我們活動的實戰 來幫我們 參加一下 也可以進一步 來體驗到 我們 原理的 美食特色 跟人文風采 我們正常是 接你去看海竟 現在接下來要接你 來我們下來 來吃點小吃 我們原理還有這個 應到棗 這過去 過去很久 沒有經常 局長也沒有看過 再給一分鐘 過去應到棗 這個應到古早的棗 裝外棗 煮茶 煮的公仔 台灣可能村莫兩間 這不經常就 塑果真存一間 我比較喜歡你來 喝紅茶 謝謝議員 喜歡你來吃 我們這個 電影的特產 吃九毛魚 蔡英文總統 都這個 自己不是公開刑定 都來吃過三道 這都是蘇林的刑定 我也去吃 你也去吃過 所以 這味來改做總統 所以 我要跟局長說 我們原理的火柱 根本是一個很漂亮的 這個觀光農場 有很多 歷史文化的風采 不僅不僅 海花 傳統的部分 要做得好 我們現在 裡面 我們的商店 也開始來做商圈 所以 未來很有機會 我們有一個 對話單一的窗口 可以來跟局長共同合作 看我們的原理 如何中心來發展起來 內外建築的一個好處 跟這個比較特別 拜託局長 謝謝議員 謝謝 現在一位李坤煌李議員 現在一位李坤煌李議員 我摔摔他頭前 感謝主席 把那個螢幕移走 沒關係 沒關係 局長看得到 大灣交流到通車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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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做行 永康復興路 和大灣路加交通 不關上的話 萬時間 那是兵風時 都會造成很大的交通問題 所以本席倒是给局长一个建议 大湾交流道通车以后 从小东路复兴路要到大湾路 禁止左转 是嘛 所以在现场做了好几个禁止左转的标示 不过我们民众很奇怪 实际上的警告标志 做那年大也当作没看 所以还是维持过去 他们要我到外 我过高速公路东车的车道 所以会造成这 尤其最后班时间堵车相当严重 相当严重 他不要走回车道他就直接要左转 如果没有在高速公路寒洞底下左转 他就会到100公尺左右 复兴路26项 前阳上还是回转 所以在寒洞下面会堵车 在26项那边也会堵车 只有这十多公尺 所以如果最后班的时间要禁过这 禁本很难行走 所以局长你有什么办法 可以开关大湾交流到寒洞底下 寒洞底下是延伸到上面要快到小东路了 那下面是到昆山各大头前 整个都开车 你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个感谢议员对大湾交流到 其实在他还没完工以前 议员就很关心了 所以我们在之前呢 我们大概包括这个复兴路的交通工程的改善 包括我们的干道三之一的拓宽 通车等等 还有南石这条路线的拓宽 都是为了要做地面的交通的疏解 那当然现在有一个癥结 就是刚刚议员有谈到说 我们要小东路 这个复兴路要往东 必须要到桥下回转 才能够北上 那这一部分刚开始的时候 的确很多市民都没有这个习惯 那经过我们陆续在路口 做了一些大型的标示之后 现在有好多了 但是一到尖峰时间 还是有些人会误闯 那这部分我们也跟警察局研究 是不是请他们在尖峰时段 在路口来做一些指挥的动作 局长 我想我们这部分我们会来努力 局长这些大湾交流到的这些 不是上下班才会左转 英雄 因为每一天本市都要经过那个地方 白天也有很多车子就直接要左转 那你现在要说要叫警力去维持交通 中年如果有环境站在那 他们就不敢左转了 不过现在警力有限吧 对我们来协调警察 是不是 是不是在路口装一个 装一个这个 违规的一些照相这样子 先来做这样子的处理 尖峰的想法跟局长一样 因为现在台湾市政困难 经费有限 但是所以当然为房屋税 地下税增加这么多 永康地下税三倍 去年一万 现在是三万 所以既然是缺少经费 本市建议 在交流到这边 多设监视机 就直接告发 现在是人最怕发钱 在这边一装 还要复兴路二十六项 那一个红绿灯 还是要装 因为有很多 他就住这边不能外 他就起到一百公车后 他还是回转 他要这样回转 他看不过高速公路 塞边就去回转到回转 很奇怪 八成的想法很奇怪 他们就不说法 不说法 咱就发 相信你在这边 整整个禁止去 很快就回收 因为怕发嘛 是 感谢议员的建议 他怕发 也可以改善这些交通 我们会跟警察局一起来协调 看怎么来处理 这个庄介事劑是警察局的事 警察局的权责 对 不过 可以啦 因为这边很快就会回收 我们会跟警察局来协调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 尽快改善这些交通的问题 是 好 谢谢局长 谢谢 下一位 杨中辰杨议员 谢谢 主席 谢谢主席 国科学主管 您交流到开船 就落到地 对地方 不是最下半时间 是很便利 那是最下半时间 就变噩梦了 我来说这点 局长你不知道有运动吗 的确 的确啦 我们 现在发现我们大湾交流到南北向都 都开通之后 现在交这个车流是有比较增加一点的 那当然 我们刚刚讲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啦 那这部分还有改善的空间 本生自己走到 才会很亲密的体会啦 就是我 说我的亲身体验 我如果从大湾路 要走到学生路 要到家来去 我在大湾路就开始搭车 昆大路也不用说 那么对大湾路 这里开始搭 整条路都没在啦 都没在啦 都没在 那后 我就想说 这样我不能走大路 我在想半时间 没有了 我两行的路 所以我就走到大湾路 942行 我到七十一龙 躺到一千一百空二行 出来大湾中白 这个客房边这条扁道啦 接着我要出来大湾路 就是这个忘了救 我没有十条出来喔 我这个扁钉 那有扁钉 那个扁钉 我一等再等 又再等 我没有十条出来 是怎样 因为大湾路 都滴滴滴滴 所以扁钉也没效啦 扁钉也没效啦 分析只在那里 凹就凹死了 我说 这些人是不是 可以去那里 抹红线 黄隔线 他说議員 不好意思 那有扁钉 浩子在那里 就不能抹黄隔线 我说阿婆 你把我想法怎么解决啊 不要说我亲身的体验 那扁钉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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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钉 你不许钉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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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親身的體驗很痛苦 你叫老八生 優惠要怎麼去講 所以這個問題很重要很重要 再來 我先要再建議 在這個童年 這個樓口 童年的替幫已經有退縮回來了 退縮回想不拿 為什麼不拿 您想辦法怎麼處理 拿回去那個空間 所以換人白汽車在那裡賣 對我 我那裡賣車是童年賣的 那麼那些車上是不是一樣 可以再拿去 來把那個空間扭出來 要右轉永康往樓 或是要右轉上高速公路北上 這樣可以疏通很多車流 溜通很多車流 你從小棟樓 從福音樓上去趕小棟樓 踏小棟樓 因為他走得很順暢 就像在台南要來大灣一樣 一踏 就是剛才李議員說的 沒有收貴旗的人 在空間樓要到外 要北上 所以他沒有人過 比較過二十六行 這裡我相信 有夠多人發過了 本身也都受過拜託過 不過我說應該啦 方法算應該啦 因為沒有收貴旗 那麼這個問題還延伸在哪裡 就是因為你一直讓他們路流下來 你要直接左轉違規 你要去回轉車道 局長你親自去走一趟看看啦 要滑那個回轉車道 單一 單一線道而已 本身的人類 我常常走 你那個地方 碰空 那個地方 你是不是回轉車道 會擋給他 圍兩個車道啦 那個標線重劃一下啦 假如依寬度要畫三個車道也可以啦 可是不用回轉不用那麼急啊 那不是這樣 因為我擋不住 我不要擺到熱熱等 我建出來 我怎麼趴過 車上我就怎麼走啦 我會偷吃飽 那我認為是怎樣 因為 碰空的車道流在看 為什麼你只要畫一個車道 為什麼你問題都不去改善 不去發展 就要放任在地方 把那個交通放到這樣 客客客 客到大家 上下班的哀聲驗道 這是什麼政府啊 所以 黃科長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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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藤的土地門口 做的吧 假如說過 所以能夠逃走 他們決定 오�م kor 比賽 我們akan 是怎麼說程序照走可是能夠方便的話 是不是我們交通局能夠想盡辦法下門要 議員 剛剛議員建議右轉車道到橋下 這部分我們再跟高工局再去會看一下 最主要化一個車道是因為他還要考慮到側側到北上的車流 那這部分我們再來做一些 那有紅綠燈管制 我們再看能不能調整 那有牆上關節啦 你不用煩惱那個車流 還有包括剛剛一一二項上次我們已經看過了 那這部分我們再次再去會看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地方還可以再改進的 黃科長是跟我講 他說是不是在前面那個紅綠燈 就是26巷口那個紅綠燈提早管制 秒差也調整過了 可是好像成效也是有限的樣子 不好我們再去觀察一下 我還是跟議員報告啦 就是說因為大灣交流道開通之後 那現在他一定可以紓解永康跟仁德 那這三個交流道直接 因為時間7月才全部開通嘛 那現在大概將近四個月不到四個月的時間 他車流還在這邊均衡發展 那我們還是要看他最後 如果大灣最後車流還太多 我們還是要看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 我想這部分要感謝議員一直很關心這個問題 我們會來努力來看怎麼解決 我幫你拿這幾點都真的很迫切 也是真正有改善的空間 因為本身有去走過 那麼大藤這個門口 是不是由我們公家直接去跟台藤溝通 是不是土地他跟台藤做的啦 童年跟台藤做的啦 是不是那個童年的款啦 是不是由我們公家跟童年去溝通啦 那個門口既然他就溝通出來啦 不能再讓他們吃麵 可以讓空間淨溝出來啦 讓那個右轉 我相信啦 那個人行道沒有作用 上下班時間 那個人行道都是機車在走的啦 不是這樣 所以既然他就有溝通出來 那輪是不是兩輪 為什麼來那個 這個我們來檢討 因為過去 去坐路都規定要有人行道啦 那當然 當地的情況的特殊 我們可以跟相關單位在會看看來解決 對 跟陳洋町刷得拿 往那刷 把那個空間淨溝出來 右轉的車道 能夠更順暢來走 不要車流一直擠在那個平面道路 針對剛剛議員建議的幾點 我們再辦一個會看 我們大家再來討論 看怎麼樣能夠解決這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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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 局長這個真的要 那邊大灣交流道真的是塞得很嚴重啊 我們在當局我也經常走那一條路 其實真的要想辦法啦 那個回轉到需要加監視器 或加那個照相機 要處罰就是要處罰啦 然後那個我順便建議一下 那個回轉到那個紅綠燈啊 放在那個角度齁 其實回轉過來那個看不到那個紅綠燈 所以那個紅綠燈的角度是不是也 如果要看的話一邊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做調整 對 跟高翁局然後跟楊中城議員 我們相關齁 永康這邊關心的議員一起會看啊 大家的意見其實都很好 因為大家每天在那邊出入齁 實際的狀況他們最了解啦 好不好 好 你請坐 那我們上午諮詢到這個 這個那個楊中城議員完完畢齁 然後下午兩點開始繼續開會 休息 謝謝 謝謝 那你再用來 一下 一下 一會 嗎 謝謝 一下 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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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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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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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